嗨!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你一見我就發了 嘩!這陣子很多人中標 會不會暗一點?會不會背光? 其實今天跟大家說招財貓 很多人都問招財貓怎樣擺放 先拍給你們看 來,竟然那邊,鬆起來 嘩!放一對 其實很多人做生意的招財貓 都是放一隻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 你應該要放一對 招財貓有很多款 如果你要做生意 我一面滿座來說 客廁雲來,高頻滿座 聽我說,你放一對 比較好一點 因為為什麼? 又入,又離 離,又可以說離 又可以說大離的離 因為做生意 又誰不愛生意? 輕黃啊,你說的 你看看,外面的招財貓 一個大的就是四百零元 我們就是二百零元 現在新貨到呢,可能會起了價 為什麼? 物質,物質這些東西 全部都原料都起的 可能會貴了少少 但是不會貴過外面的 所以我是希望你們 招財貓來說 你們買了一隻 買多一個 放在店裡又可以 放在家裡又可以 哪個範圍你都可以放的 最重要的招財貓 第一,是向著大門口 第二,沒有向著大門口的位置 你又向著窗口 肯定可以招財 那招財貓可不可以放在房間呢? 為什麼不可以呢? 有些人說 招財貓一定要放在店裡 就可以招到財 其實不是的 招財貓的東西是固定的東西 但是財位又不固定 那你放在床頭那裡 你買一個小隻的呢 你向著窗口來招 直接招給你本身 橫財、正財 什麼都招到給你錢 所以招財貓的東西來講 如果你適用它 是很有意義的 如果你不適用它 你的意義就不大了 所以最重要 你要招財貓 你就要買一對 招財貓除了放在一起來招財 是不是可以分開來放的 是可以的 或者一個放在東 一個放在南邊 都是可以的 你自己喜歡的 所以財位的東西 有些是固定的 有些就是不固定的 總之你不要理它固不固定 你總之你認為那個地方 那個方向 你認為它是向著窗口 或者向著大門口 你是可以擺放招財貓的 我鼓勵你就放一對 因為為什麼呢 這麼多人呢 去賣我的福分 因為我的福分很好用 每個人用到 都是這樣想 我找一支班的 因為怎麼說呢 可以幫到你招橫財了 這個東西已經公認了 但如來講 做生意又已經幫助到了 樓室的客人 也會陸續到回來 樓室的客人又是陸續來了 所以你們如果要財運的話 不管你正財 偏財 橫財 做一些才氣 甚至貴人 招財什麼都可以招貴人的 你知道嗎 是嗎 是啊 所以你們在我的視頻裡面 東水教學 你們要學到很多智慧的東西 還有它的埋點 它的文化 它的習俗 有很多人不知道 就好像我們說的 做生日 今天我們正兄弟 其實很多人做大壽來講 其實我又不想說這件事 不告訴你們又不好 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很多上了年紀的人 七八十歲 七八九十歲 一百歲的人 為什麼有些人做了生日 會有時發生呢 但是有些人做了生日 長壽 福壽安康 即是逢福陳天 因為一時他受不起 我們喝這個仇宴 一時他如果受得起 坦白說 他就會拿了你們的運氣 他會接納 我們說是接納運氣 他接納不到的運氣來講 他本身做了生日之後 很多是因為接納不到 去而拜拜提早走人 都會有這樣的 所以你們要知道 做仇不是說 每個人都是適合做的 如果人說對 你就應該去做 不對你就不要去做 如果你要做仇 最好找些人 計算一下 是行不行 你們好做仇 如果不是 拜拜很多人 你們都看到的了 一做了沒多久 老人家就 看白說 就回去拜了 有些人做了會更加長命 所以大家要去知道 他的規則 和他的原理 你知道他的原理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人都問了 別人結婚了 我們知道 我們生日 我們來講生日 喝仇酒 我們的運氣 會不會被吸納 接納了 其實來說 這個是見仁見知的 有些他真的吸納了 他就長壽了 仇星公仇星婆便好 但仇星公仇星婆來講 接納不到福氣 這樣 坦白說 他就拿不到你的魂 你又不用太擔心 所以今天 就跟大家分享這裏 招財貓的東西 你可以放一對 最好就放一對 不要放一隻 一隻都是行 不是不行 我想問你 一個十元 一個一百元 你是誰 你是拿哪一張 你們當然是死精 死蠢 看到我 低落是一百元 死蠢 兩個都要 十元都殺了 一百元都要 這樣就是一對 機節 招財貓放一對 甚麼顏色都無所謂 大小通氣客 收不收到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為止 有個探紙茶 在海邊 看到嗎 對面是海來的 這個環境很漂亮 我跟你說 有幾個粉絲 給了幾個boy我 我是想買地 但是這個地很貴 二三十個 有些四五十個 我都不知道怎樣 來建造道場 希望你們 多些做公益 多多益錢少少部區 如果有緣的話 有能力的話 好不好 我也希望你們 介紹有地 傳給我看看 讓我自己去選擇 如果我有能力 我自己會買 如果我沒有能力 就要靠大家 恭喜發財 記得了 拜拜